尾部侧裙 道克已经将损坏的部位车漆都打磨掉了 然后刮了一层逆子 后背箱被撞的那个口子 也被焊接了一块新的铝板 下面这一圈 道克打的都是锚钉 用于加强固定 他这逆子选的颜色 还挺好看 喷漆过程 道克怕各位老爷看得太枯燥无味 就直接省略了 受损的部位修复完事后 道克准备出趟远门 去拿自己为这辆心爱梅塞德斯S550订购的一些配件 本来包裹是要送货上门的 不知道为啥 竟然打电话让自己去取 虽然很不满 但是也没招 人家说 如果送上门 则还需要 等上个把星期 那地方还挺远 开车过去都要40来分钟 保险杠跟阻尼板还有排气管 梅塞德斯S550改装排气管 道克还挺有想法 包裹提完 道克便往自己修理场赶了 新买的两个前一子板 都带装饰格衫 看着不赖 装上去应该非常有运动气息 另外 安全带跟头枕 道克也都准备给他们换了 闲员车的看着不带劲 拆这个头枕 还挺费劲 需要将后面 这块塑料板取出 才能给它拆卸下来 安全带 咱们也给它整出来 道克老婆本 是真厚实 还专门定制了一套车内的装饰条 其实 原车 这陶木的看着也不错 装饰部件道克 定的是一个银跟灰的双拼色 先把车门的更换上去 虽然就只更换两个装饰条 但还是挺费时间的 需要将整块车门内部装饰板 拆出来才行 车门处理好后 咱们再把中控台上的面板 也都更换掉 还别说 让道克这么一整 感觉档次都提升了 现在看着更显得年轻时尚 咱们再把这厚保险杠给它装上去 一般这类零件 道克基本都是定拆车件 经济又实惠 即使有损伤 也都是一些小问题 接下来更换车子的两个一子板 给前隔山鼓道出来 然后将保险杠整下来 拆卸出原车的一子板 再给新的装上去 看看效果咋样 可能因为不是原厂件的问题 新的一子板匹配有点小毛病 道克这边 正刷上一层玻璃纤维 好让一子板跟A柱这位置能重合 不要出现太大的间隙 为了防止玻璃纤维粘到A柱 道克在相应位置贴上了胶布 晾干后 将其打磨一遍 这玻璃纤维真好使 给修复的部位刮上镊子 再一次进行打磨 道克这镊子刮的就比较好了 不像帕特 那刮的 都能给车子 重量整得多出几公斤来 车轮道克也定了一套 目前还在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